这个是什么都认识吗? 九节鞭 大家认为的九节鞭可能是什么样呢? 也可能是什么样呢? 那么他在现实生活中能否像电影中那样运用的灵活自如 指哪打哪呢?能否这样实战呢? 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们认为的街头冲突 街头格斗 什么器械是比较实用的呢? 要么是棍子 要么是刀具类 可能我们拿着这个双击棍来讲 大家都认为它是不具实战性的 因为中间是活的 打到坏人或者打到这个击打雾之后 他就弹坏了崩到自己了 那么我们九节八节或者十多节的这个九节鞭 他在击打到坏人的时候 他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很多朋友就认为 他根本就不具什么实战意义 那么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具备实战意义的话 会有哪几点因素呢? 第一他一定要方便携带 你不能拿着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三米的棍子出去 这样的话也是不现实的 第二呢他要有一定的硬度 如果你拿着一个这个泡沫的东西去击打人的话 速度也不够快 那么他是没有办法给对方造成伤害的 第三呢就是他击打的灵活性 也就是说我们打到了之后 他会不会弹回来崩到自己 或者呢能不能让我们运用自如的想打哪就打哪 所以基于这几个因素呢 这个九节鞭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他是不那么具备实战的 最起码是不像我们电影里那样可以上下翻飞的 那么我们如果想把它带在身上 最起码他前两点因素是具备的 那么第三点因素我们怎么样来满足呢? 我们可以怎么拿 这么两头对齐把它直接拿在手里 那么这样去拿这个九节鞭的话 他的杀伤力就是相当大的 我们只要像短棒一样上下的挥舞批扫聊 这样简单的技巧去攻击坏人的话 既达到了它的硬度 而且呢又方便携带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它的方向 这样来讲 他作为阶头实战的话 就具备一定的杀伤力了 相信大家都看过神雕侠侣 那么杨过在碰到这个玄铁箭的时候 最后一层是说的什么呢?草木 这个竹子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作为箭的 这个呢就是说达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呢 我们拿什么都是兵器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自身的这个格斗技巧 反应速度力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要求之后 那么你就算拿一个捡起来一块砖 或者呢拿起一个小木条 你也可以把它运用的很好 所以呢街头格斗也是千变万化的 对手呢并不会像擂台 或者像我们平时演练的那样出手来打我们 那么我们就需要平时多加的去练习 练习各种各样的技巧 各种各样的格斗 把自己的综合实力提升上来之后 那么我们在应对街头格斗的时候 才能够更加的游刃有余 至于具体拿什么 遇到坏人打我的时候 我用哪一招去格挡 哪一招去攻击 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大家永远要记住一句话 技巧是没有高低之分的 能分出高低的只有功力 功力有深切 技巧无高低